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2月18号 星期天 农历是11月20号 下个星期三就是冬至了 希望大家多吃素断念经 好 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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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二 一 师父 师父 师父你好 你好 师父 给师父请安 谢谢 师父能听到吗 听到讲吗 听到了 师父 请问我在上乡 晚上上乡的时候 我们住的屋子小可以给乡是 上半只乡啊 一只乡啊 还是给乡 捡学了上啊 我怎么听不懂你说话 我说我这是上乡的时候 早上是上三度乡 晚上的时候是给乡上三只 还是给乡捡学了 我是想屋里太烟太大 屋子小 所以上一只是给乡捡学上啊 你记住了 你是供了三尊佛是吧 我供咱们东方桃六尊佛都有啊 六尊佛你三个香炉是不是啦 两个香炉 两个香炉 你上两只不就好了 就是晚上上两只给乡不搅舌 早上也是两只好了 早上上几只晚上必须上几只 啊啊啊那行那感受 那像我们一般穿鞋不穿白色的 还有就是最最不好 对穿什么鞋不好呢 白色的呀 它有什么颜色不可以穿吗 这种乱七八糟黄色的都不能穿 灰色的不可以呀 灰色可以是可以 深灰色好一点 淡灰色不行 啊 绿色的不行 绿色不行 啊啊啊那感恩师傅知道 那师傅像我这是念经 我的嗓有点好像发木有点不太好 你说什么原因 我的舌头是什么原因呢 舌头啊 少说话多念经 念经的时候不要贪 随缘要觉得很开心的念 不要好像感恩物的这么念 你舌头就不会紧了 我问你 你讲话的时候怎么这么放松了 为什么念经的时候会紧呢 因为你来不及的想念 把它念完 听不懂啊 听懂了 就是这样 师傅您加持加持我 加持我能够度更多更多语言众生 我现在度人不会很笨的 不会说呀 你不会说的话你就写 会写吧 会写写不太好 会写 度人要用心 度不到也没关系 反正用心就可以了 好吧 那我已经喜悦了 我就想度到啊 度到慢慢度呀 尽量多度啊 有时候 有时候你看师傅开法会 几万人 你不一定有很多人来 他有的时候 有些人来 他不一定相信 可能第一次来看看也有的 看如果你 到大学他至少来看看 他就要接近这个法门 这样的人你能度度他也很好啊 对不对啊 嗯 是的 好了 师傅 师傅一直没什么问题了 好 想请师傅加持一下 感恩师傅 感恩关心不上 乖一点啊 好好地努力 嗯 我做很多 很多事情不会做 太生气了 嗯 以后不要生气就好了 嗯 好了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感恩关心不上 再见 再见 你好 你好 哎 师傅 你好 你好 喂 感恩师傅 感恩菩萨 稍等一下师傅 嗯 师傅 嗯 师傅能听得见吗 听得见 啊 师傅您好 嗯 感恩关心菩萨 感恩师傅慈悲 嗯 师傅 这边有几个问题 请师傅慈悲开示 嗯 来 感恩师傅 感恩关心菩萨 弟子给您请来了 哎 啊 请师傅 啊 我们先 首先我们帮一个同修 分享一下 韦陀菩萨的开示 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我们先读一下这个内容 师傅您听到啊 嗯 韦陀菩萨开示 道 有道 非常道 名 可名 非常名 大道在即 舍我其水 一念般若 西风极乐 一念贪嗔 地狱毒蛇 一念行善 天堂可见 一念邪静 三途挂名 一念称心起 百丈夜门开 时时长自省 莫使夜荡来 但念弥陀因 教会有不忘 智慧深如海 历节不思义 称心堕地狱 莫要再犯错 弥陀观音和赤字 教导 劝教世人真实义 天心万苦来弘法 不知众生 心可知 道非道 明非明 极乐世界处处行 菩提智慧 留心中 有你 有我 共大同 师父 请您开示一下 这是委托菩萨的开示 委托菩萨只是把很多大菩萨的话 放在一起 再来提醒大家 因为他是护法神 明白吗 委托菩萨是大护法 他是护法神 所以他必须把菩萨的 一些对我们的戒律 深深的教诲 他不停的教 来提醒我们 不要做错事情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感恩委托菩萨 感恩师父开示 那请师父开示一下 委托菩萨里边 开示里边讲道 道有道 非常道 明可明 非常明 大道在即 舍我取水 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解一下 这句话的意思 大道就是现在末法时期 末法时期 这个心灵法门也是正好 非常的幸运 能够正好在佛陀2500年前 就预测的说 在500年后 就是佛陀涅槃之后的 再生500年和一家 一家一减正好500年 正好是我们心灵法门 出来的时候 所以这个是我们 我们不管怎么样 我们觉得这个道 大道很多 但是我们认为 心灵法门也是一个大道 所以正道 所以呢 这个大道在即 就是说已经 现在已经来了 希望大家要好好努力的修行 道非道 道非道是什么意思呢 道并不是一条道 只是一条路 让你明 开悟明信 坚信的一条道 等你开悟明信了 这条道 你说还有吧 等于你走路一样 你把这条路走过了 你的人生走过了 你这个人生 年轻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就没了 对不对啊 对的 他就这个意思 明白了吗 嗯 好的 那感恩师傅 那刚才您也开始了 道非道 那明非明也是这个意思了 对啊 好像明白 好像不明白 实际上 因为你明白 是因为你知道 这个人间 也是借假修真的 你不明白 因为你以为 这是假的 以为是真的 实际上 这个人间都是假的 因为人一死 来与空空 去也空空 嗯 对不对啊 明非明嘛 对不对啊 嗯 所以很多人 我非要这个事 事变 是非明白 你这个 这个人间的这种 是非能明白吗 真假的 嗯 嗯 师父一直给我们讲 说这个世界都是空的 都是虚的 感恩师傅 此备开示 就是这是菩萨 对我们 劝我们修行的一个计语 那当我们 听菩萨开示的时候 或者看师傅 白发佛法的时候 嗯 道理大家都挺明白 但是自己经历一些 生死的事情的时候 又常常就是生 又是心生迷惑 师傅也经常开始 终观 让需要修处理心 才会遇事 会不会进 不进转吗 这个 真的不对我们来说 真的不容易 呃 请师傅开示一下 就是我们看别人的事情的时候 很清醒 但自己是 遇到自己的事情的时候 又取贪心 称心 请师傅 针对这种情况 给我们一起开示一下 如何提升我们的修行吧 就是自私呀 因为人有自私心啊 他就看不清楚呀 嗯 因为人的自私 可以藏住你的智慧呀 所以一个人 自私的人 会藏住智慧 而这个世界上 现在几乎每个人都自私啊 就为自己 不为别人了 所以 所以这个主要问题 还是一个境界问题 境界修得好的人 他能够 去除很多烦恼 境界不高的人 他会让这些烦恼 不停的在心中 啊 来自身和滋长 然后让自己 自身那种邪 邪思邪念 然后让自己增加 很多的烦恼 和障碍 实际上 人要懂得这个道理 他就不会再去 执着 与人间的这些 名和利 明白了吗 对 嗯 您也一直说 免利会害死人 所以说 也还是要抛弃免利 好师傅 继续请你要您 就是 就是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 如果能够 察觉自己的言情 就是意识到自己 很自私啊 或者明明的时候 就能很快发现问题 所在 马上修正 但为什么我们 有的时候 却很难 当下能不觉察出来 如何能 贴成我们当下 这个觉察力呢 请师傅 能不能开始一下 我们具体怎么做呢 我喜欢举例子 一举例子 你马上就明白了 你自己天天吃大蒜 你会闻到人家嘴巴臭吗 嗯 你今天不能觉察出 自己的毛病 说明你有这个毛病 对不对啊 你如果今天 没有这个毛病改了 你很快就发现 别人的毛病了 对不对啊 对对对 我们试图把一个人 变成两个人 一个是本性的 你是善良的 还有一个 那是劣根性的你 对不对啊 你有劣根性很重的时候 你怎么能够觉察到 自己有劣根性呢 因为你的本性 外面已经被污染了 所以你根本看不出 自己的劣根性 只有当你本性 干净的时候 你才能看得出啊 明白了吗 嗯 明白明白 感恩师傅开始 就是像我们一般同修啊 从入眉到拜年 到一年之内呢 大家都是忙着还在啊 许愿念经上书都挺精进的 而修了一年之上呢 其实修正自己的心想 就像师傅讲的修心 除了修正自己的言行更重要 师傅这样的理解对吗 对啊 嗯 但是呢 有的许多同修呢 还有不重视修心 他们也看白话复法 但是看了只是为了教训别人 自己的言行并没有改变多少 他教训别人 他教训别人的话 别人就应该听 听完之后 你改了 他还是老样子 你说说看 对你有什么损失啊 你是因为他的教训 你进步了 他呢 还是在推幅当中 以后是你上天 还是他上天了 你管他这么多了 嗯 听得懂了吗 好的好的 听得懂 感恩师傅 我们就是 有着歹子 我着加冕 一直警戒师傅的开始 对 嗯 好 师傅还有一个 就是跟对这个开始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有很多师兄 大多都是在家修嘛 年龄相差也比较大 有的已经接受法门 是有时已经栽染了 消费上一些很多习气 在师兄之间 接受相处的时候吧 也不自己都会应用这些 人间的这些手 就是需要手段 请师傅针对这种现象 开始一下 让这些师兄能够尽早的 就是改正自己的这些 这个人间的思维 改静人间思维 就要把菩萨的思维 放在心中不就好了呀 嗯 就是 千天学佛 千天学白化佛法 现在有 有榜样在这里啊 白化佛法指导你们啊 破迷开悟啊 精进修行啊 对不对啊 嗯 好了 对的 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开示 这个关于这个 伟佛菩萨开始 弟子就问到这里 接下来帮其他同修 问几个问题 请师傅继续开始 一个就是有同修问 师傅我们 拜师的时候 您不是帮我们 在天上种了一颗莲花吗 师傅他想问一下 这个莲花到底有几朵 呃 是种在水里的 还是在 长在土里的 在水里 还土里 人家在 人家在莲花在天上 还水 还土呢 它全部都是虚拟的 它是种在 种在天上 它就在天上 它是什么呢 它是比方说像 像一朵彩云一样的 明白了吗 你说云在水上 还是在 在泥土里啊 在空中 好了 还不懂啊 在空中 师傅我们这些弟子 真的是 愚痴 真是愚痴 师傅他也想知道 一般会 一刻会接几朵莲花 因为他自己 梦到它的是两朵 而有的同修 是梦见 它是有三朵 我告诉你 一般就有一朵 哪有两朵三朵 那他看到了这个 梦 那看到了 两朵 那看到人家的 长在一起了 是不是 对啊 你跑到你家的门口 再看看隔壁邻居 都是你家 长在你附近 说明你边上 有一个修得很好的人 这倒是真的 就是你修 你这朵莲花 你看见边上有三朵 就说明有两个人 跟你一样修得很好 明白了吗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还有一个是 一个同修师傅 就是比较精进 他自从舍了法太之后 他也给菩萨发愿 他就是 云下的神明里 不再多佛气之事 因为他的孩子也大了嘛 他发了这个愿之后呢 他看了观世音 菩萨那个 发愿记之后呀 他感觉特别好 他像每天像读一遍 像读弟子手在一样读 你看这样可以吗 如理如法嘛 我不知道 反正我没叫你们 学过的 你们现在是不要学 好的好的 因为这里面 后人传下来 修修改改 难免很多家境 人间的东西 所以这些东西 我不敢沟通 我自己 没叫你们的 我 我叫你们念的经 全部经过观世音 不是要同意的 嗯 好的 我不敢 好的 不敢说 我们会紧张师面的 我们会紧张师傅的开始 还有一个就是 师傅有一个同修 他梦见 他妹妹生孩子了 生这个孩子呢 是个女孩子 生下来就会说话 而是自己说 我是某某某带王 然后同修梦里 感觉她是妖精 后来她梦见 斗战圣佛 也来出降魔 出魔了 这是第一次的梦 然后第二次她又梦见 她梦里 给这个小孩子说话 说她长 说长就会长 这个孩子 长得很大很大 然后就像橡皮泥一样 扯住她 后来她梦里 就想叫师傅 然后她就梦见 师傅也来了 师傅 叫她怎么化解 这个事情 师傅您看一下 是不是她的妹妹 这个孩子 真的是要是 是妖精投胎 因为她妹妹正好 在这时间 是来生孩子 昨天刚生了 是个男孩 妖精 妖精 那您看 怎么来帮她化解呢 要特别当心啊 这个男生女相 到时候你要特别当心 让她 她会慢慢的男人 就变得非常女性化了 哦 她现在生死了 是个男孩 但她梦里是个女孩 真的还不明白啊 真的 这还不明白啊 男人一娘娘 他们就被 要骂妖精了呀 这还不懂啊 哦 现在不懂啊 她以后可能会很娘的 哦 明白了吗 那应该比这个小孩子 念什么经济 比较好的 师傅 大背重吗 让她正心正法 让她好好学佛 啊 真的麻烦了 像这种 神出来给家 他说 天下来很多魔 很多魔王 魔跟天 魔跟神跟佛 他都有下来 魔就下来 在末法自己捣蛋的 佛就是下来丢人的 你看过星球大战没有了 有一个superman 对不对啊 就是这样的 嗯 师傅一直说的 是一个man 师傅 那这个问题 我就 他会跟他讲 师傅 还有一个梦 想请教师傅 就是说 同修的家里的 房子气场不好的话 会影响到 他的婚姻 还有孩子吗 房子气场不好 房子气场不好 你说会不会影响孩子了 当然影响的了 一个屋檐下 一个屋檐下 怎么会不影响孩子啊 嗯 就是他这个房 梦里是他这个房子 他这个房子气场不好 说阴气太重了 影响到他怀孩子 还有他的婚姻 然后他 这个同修想问一下 师傅他该怎么办 是要搬离这个房子 还是要把房子处理掉 谁想的 影响他婚姻 梦里有同修告诉他的 梦里要特别当心 嗯 要么两个方法 没条件 那么就要念经 有条件 就是搬了 搬离是吧 嗯 那念经的话 就是念大悲咒 小房子啊 小房子要经子 好的好的 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开始 那个还有一个就是 一个同修梦到 跟一个女孩子在聊天 说你为公司 买机票 订酒店的话 积累了那个 几万块钱的积分 说不能 你不能自己用 用这些积分 转化成小房子 你是不能用的 师傅您开始一下 是不是说 像我们平时 帮同修订机票 还有订酒店 改了这些积分 是 是有问题的吧 如果他自己用的话 那当然 你不是在 像人家便宜 就不叫纯晒 明白了吗 嗯 因为他命令 梦里很明显 他说你用这些积分 转化他们的小房子 是不能用的 看见了吗 好了 嗯 之前你也开始过 类似的问题 所以我这次 把他这个梦境 也分享给大家 分享给师傅 嗯 那这个小房子 指的是钱呢 还是指功德呢 师傅 就是 这个小房子 可能就是指着 他的钱呀 功德呀 嗯 嗯 好的好的 感谢师傅开始 还有一个几个 就是关于女性 同修的一个 就是问题 一个就是女性 同修 生理期的时候 情绪不稳定 容易紧张 焦虑 或者发脾气 这是业障所为呢 还是其他原因 请师傅来 开示一下 这个实际上 因为你投女人了 你就会承受 很多女人的苦 而这些女人的苦 那是一个贡业所造 哦 所以在这个贡业当中 你女性 她就吃贡业的苦了 明白了吗 嗯 好了 嗯 好的 好的 那就是像 以前师傅开示的话 生理期的时候 多念心经 多念大悲咒是吧 对呀 不要吵架了 因为 吵过之后 很快就没了 但是呢 就是因为 自己控制不住 自己的时候 经常吵架 吵得 一样男人 让女人 记在心中了 她恨了 她不愿意 这个嫁了 她才会做出 某一些不好的举动 明白吗 嗯 好的 感觉师傅开示 还有就是 女性同修 在怀孕初期 就是很多女 妇女在怀孕初期的时候 不是有人情反应吗 有的是恶心 呕吐 嗜碎 然后胃口差 有些人呢 就没有什么感觉 然后 反而是怀了孩子之后 皮肤会变好 请师傅开示一下 是不是他跟他怀的孩子 还有他自己的业力有关系呢 孩子如果反应不大的话 做明妈妈的生理情况 还是不错的 因为一般的来讲 孩子怀了之后 你想想看 一个人眼睛里 有颗沙子 你会难过不了 肚子里有这么快肉 你会呕吐不了 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为什么 我突回这个道理 所以当一个孩子 在你肚子里 一直很幸福的成长的话 说明妈妈的心情 是开朗的 说明妈妈的性格是好的 是正能量的 孩子就会在肚子里 比较稳定 如果妈妈整天烦恼的 焦虑不安的 争吵的 恨的 那孩子在里边 会不停的动 明白了吗 孩子在里边 也不舒服 那当然了 环境不舒服 你当然也不舒服了 好的 感恩师父 特别开始 还有一个同修 就是她是 外地的一个女同修 她自己梦见 自己是龙女 然后是 她梦见 观世音菩萨 释迦牟尼佛 一直在保护她 在她没学佛之前 她就梦见 佛祖对她说 佛即是法 法即是佛 何为一象 即现大通 自如来 请师父 开示一下 这个佛祖 给她那个 开示是什么意思 她以后将在 红法上应该怎么做 更加如理如法 佛就是法 这还不懂啊 佛就是法 佛法呀 这还不懂啊 你觉得法 是不是佛的了 你拜着佛 是不是佛法了 好了 这佛就是法 法就是佛呀 对不对啊 你觉得这个佛 实际上 你就是在学佛法 明白了吗 你学雷锋 实际上 你就是学好人 因为雷锋 就是好人的象征 明白了吗 代表 好了 这个意思 这第二句呢 还有哪一句啊 就是 他说 佛即是法 法即是佛 何为一象 即现 大通志如来 大通志如来 还不懂啊 大通志啊 什么都 开悟 什么都想着通 有大如来 什么 如来 就是佛 明白了吗 就是说 这个人 有大智慧 有薄的智慧 薄的智慧 就是佛的智慧 好了 嗯 好的好的 感谢师傅 因为这个女同修 她现在有点 就是抑郁症嘛 然后她 很多时候 她怕她做了个梦 好像是她自己想出来的 不是真实的 那个她想 请师傅开示 她这些梦 都是真的吧 这个梦目前来讲 还是真的 嗯 等到她哪一天告诉我 乱七八糟的 那么就是假梦了 嗯 好的好的 感谢师傅慈悲 那个我再继续帮同修问 就是先 师傅您开始一下 这种早产 她的就是比较 就是出生比较早的早产 她的前世种了什么 叶 才会到极市这个暴呢 很简单 昨天晚上我在 我们联谊会上 我也讲了 很多 很多人到人间来 就是来还债的 嗯 她比方说 欠了爸爸妈妈的命债 她就是投在爸爸妈妈身上 投了之后 就是死掉了 所以这样 她就是说 我还完你爸爸妈妈了 我走了 嗯 就是出生几个月就走掉 那种是还命债的 有的还命债的 嗯 有的就是不足月份生产的 有早产的 就是七八个月就出生的 然后生出来之后 就是浑身是病 然后大了之后 各方面的身体状态 也不是很好 这是她讨债的 讨债的 受爆 讨债的 你们不要以为 她讨债她自身也受爆啊 对的对的 很痛苦 啊 好了 嗯 好的好的 那您看这样的 要这种情况的话 这她如果她也修行了 也念经的话 应该怎么念经 来化点呢 见礼佛忏悔呢 还是念 其他经文 念礼佛比较好 嗯 那要针对这种情况 得念多少遍礼佛 才能可以呢 有的念呢 有的 好的 就像你问我吃饭 台长我还要吃多少饭 有的吃呢 你活着就得吃饭 好了 好的 活着就要好好忏悔是吧 好的 感恩师傅开始 师傅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您的书呀 是不是真的 我们要真的要好好的保护 好好的珍惜 因为前两天我做梦梦见 我的叔叔他问我要 你两本书 我就找给他看 然后在我们家里找了好几本 他都说不行 这些书都不是完整的 都有就是都有破损 还有那个污染的 说那个你要他要两本乘 那个完整无损的 他要供起来 说这个您的书 可以那个保护他 就是说是非常好的 然后我就找半天没找到 我后来找到一本书 那个封面没有了 就是封皮没有了 只有一个匪业 匪业上是南京菩萨 然后后来我给他 给我叔叔 他就说 他一定要要完整的 他说这叔父这些书 太好太好了 要拿起来供起来的 好像那意思就是 然后他他嘴巴里 还说了一个句 万法为心造 然后其实我这个叔叔呢 他平时是结巴 然后智商上也没有 比一般人差 他基本上是没有 去做过佛法 只有十月一的时候 我拿回家 那个一些光碟 还有葡萄的那个挂坠 给他看过 然后他梦里就做了 这么一个梦 师父您开始一下 那个是不是您的书 其实我们要特别珍惜 特别要保护好 记住凡是讲佛法的书 都要保护好 凡是让人开悟的 这叫法宝 我问你 你法宝要不要珍惜了 你如果有珍珠啊 翡翠啊 各方面的东西 你是不是要珍惜了 就是这样 嗯 因为我们有些书印的质量不是很好 刚拿过来的时候 就是这个封皮就掉了 里边的肥叶什么的也都是不轻的 梦里我是看到 有一面二面三分水 普通世界 行行万一达 不化佛法 我就找不到一本满足无神的给他供 给他拿起来供 这就说明你现在对师父的白话佛法 这些书画还是不够尊敬 嗯 好了 好的 好的 我错了之后 我这件事情念礼服 行吗 我你取了衣服 我错了 师父 我忏悔在这里 嗯 嗯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我这个叔叔的事情 我之前就梦到他要 就是他问我要舍 他要让我帮他舍佛台 我说你家去成不好 我没法帮你舍佛台 他说你可以舍在我工作的地方 其实他师父 我这个师父 他没有工作 他是带着他老婆孩子去沿街乞讨的 我想问一下师父 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 这个怎么 再改变了 再改变了 他已经通过学佛 因为他喜欢 非常喜欢看您的视频 然后我也想把那个 就是说我们这边同修注意的那种 就是大背痘啊 还有这个关事音部他身后 今天给他 让他带的可以吗 可以 我告诉你 很多人一辈子 因为自己呢 不知道自己的来源 他做了很多措施 还有很多人呢 自己呢 把福报用尽 所以他堕落人间的苦 苦恼的地位 这种地方 所以呢 他一旦有明示之点 开悟之后 他会重新 让他升起他那个 做那种企业的心啊 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有 智慧啊 生意越来越好起来了 实际上他很正常 这个就是他本身自己所为啊 明白吗 嗯 嗯 前两天我还梦见 他种的百合花 要给我 要送给我供养菩萨 嗯 那应该 还是有这个佛兰 有这个佛兰的 嗯 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 此备开始 师傅 我还能再帮同学问几个问题吗 好了 给人家问我了 嗯 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 感恩观世音菩萨 嗯 祝师傅 马来西亚 吉隆坡法会 能够顺利圆满 救度更多予员众生 我会去看你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辛苦了 再见 嗯 再见 喂你好 喂 你好 喂 你好 喂 哎 师傅 你好 师傅好 笔子给师傅请啊 嗯 哎 师傅听到吗 听到 哎 师傅你好 那个 我想问师傅 请师傅 有一个问题哈 就是我们这边 有些黑师兄 啊 就是他们刚开始念经 念心经的时候 就是有时候就会头痛啊 或者怎么样 我们就告诉他 让他停下来 呃 再念大悲咒 对不对呢 师傅 对 哦 可以是吧 可以 哦 好 感恩师傅 师傅 我就是说 今天早上做了一个梦哈 就是说 呃 因为我原来经常给师傅 打通过电话 就是因为我父亲的那事 就是当时 呃 我也不知道 让我这个想法对不对 就是说 我父亲刚得病的时候 我就梦到他原先 我小的时候 和他杀了那条蛇啊 一直三次 谈着我父亲哈 谈着我父亲 后来 因为我当时刚休嘛 也很愚痴 一直也没为这条蛇 念那个往生照 还有那个 也没有念小房子 嗯 是那个 现在我现在 就是老父亲走了以后 我现在想起来 这个事老师有一个 好像就是说 心里过不去 前几天吧 我就用许愿 就给这条蛇 念多少遍 往生咒 就许愿给他念 算 二十一张小房子 给这个往生 给这个原先伤害的蛇 念小房子行不行了 师父 可以的 可以是吧 就今天早上做梦 就做出来 就是说 原先就是 就是伤害的那条蛇啊 原先的时候 父亲生病的时候 他一直缠了他三次 现在今天 前两天许愿以后 今天早上做梦出来 就是梦到这条蛇 就我们又把他 怎么就是说 又像原先小的时候 那个场景啊 就又 我看到以后 那个时候 老父亲杀了嘛 后来就是说 这一次就梦到 就是说 我还是看到了 就让老父亲放了 呃 今天就是说 老父亲 呃 不是往生了吗 他今天早上还在 就是 好像就说 另一个场景 就是说 他好像老父亲 当时那个胸部 有点难受嘛 呃 好像是不是因为 他这个这个原因造成的 因为今天早上做了 这么一个梦 就梦到两个场景 对不起对不起 老也搞不清楚 老父亲 老父亲 大概的意思 就是他投胎了 他因为 师父很惭愧啊 就是说 当时他往生了 九天以后 把师父的 出通电话 师父说在阿修罗的 呃 好多事情帮他住念嘛 三十三天的时候 我打通电话 是在御戒天 后来师父告诉我 又让我给他烧 一百多张小房子 我又又给他 烧了四百多张小房子 在这烧了以后吧 呃 已经当时 当时已经 我梦得他已经很好了 不过 因为他不是说 自己修上去的吗 是我一直在努力的 帮他念经放生 后来就是说 呃 我念四百多张小房子的时候 还没念完 我哥在家里给他烧纸 呃 就是正好清明的时候嘛 他烧纸 烧完纸以后 我做梦就梦到 我老父亲从天上 掉下来 掉到一个水泥坑里边去 并且 头朝下 脚朝上 哎 从那开始 对呀 我就知道 坏了 下来了 已经掉下了 对呀 下来了 因为已经是很多师兄帮他 我一共当时帮他 念了很多小房子 还有很多师兄他往生以后帮他 祝念 当时已经很好了 所以说真的是师傅惭愧啊 因为我我我因为真的是自己 愚痴没有把家里能祝到 不是 你一个就是家里其他几个人 照照考验就下来了 嗯 对呀 他又帮他烧纸嘛 烧宝烧纸 我跟你们说一烧纸要下来 对呀 因为我当时他一烧 隔一两天我就看到 亲自看到做梦做的老父亲从天上 头朝下 腿朝上掉下来了吧 从那开始就增长了 我梦到 因为我一直就是说有一个 我一直就是说有一个心结 就是当时 因为我已经当时梦到 我小时候和我父亲杀的那条石 一直在梦里缠了他嘛 当时就一直没有给他烧 知道了 不要再讲了 不要再讲了 知道了 那条石把你老父亲弄掉之后 并不是还清楚 他也会找你 好了 那我这样就 现在我就需要给他念点小房子 再给他念点网声 对 可以的 好感恩师父 师父 我现在在我的佛台边上 你能不能感应到我这个佛台 有没有菩萨来啊 不感应的 有菩萨来过 有菩萨来过 好感恩师父 师父 那行 那我就这样了 我的问题问完了 感恩师父 你在问五分钟的话 我保证睡着了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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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对不起师父 很长时间没给师父打通电话 拜拜拜拜 太激动了 拜拜拜拜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喂 喂 喂 你好 喂 师父听得到吗 听得到啊 师父你好 师父 地址给师父请安 师父今天地址有一个同修 他的一个梦境跟师父分享一下 您稍等啊 我打开 师父是这样的 就是一位同修 他之前参加法会嘛 然后结束 法会结束以后回来 就得知有一些同修 他们那个法宝 就是法会上结缘的法宝 就是没有顺利的请回家 然后晚上就是 师父的法僧就到他梦里去了 然后就 师父的法僧就跟他说 就是说像这种情况要求菩萨 因为很多人身上有一堆的业障 还因为这件事情埋怨师父 说师父不好 他们不去反省自身存在的问题 然后师父还说 我问你这么多佛有请法宝 为什么他们可以带回来 有的人就是带不过来 你请菩萨三水化 回家是为了什么 然后这位弟子梦里就说 是为了保佑我们更好的学佛 家里的气场更好 然后师父法僧说 对那谁会阻碍你 让你带不了呢 然后那个弟子就 在梦里就说明白了明白了 然后第二 第二就师父说 第二在第二天离开 在观音堂前 第二天离开观音堂之前 就要跟观世音菩萨护法神讲 首先要把自己的名字爆出来 我某某某感恩观世音菩萨 各位菩萨 隆天护法 让我参加法会 明天我要离开法会回到家 在法会结缘了法宝 回家后我将更加努力精进的学佛度人 也请菩萨保佑我 某某某一切顺利 然后还要多求求南京菩萨 南京菩萨负责天上很多的事情 协调天上人间很多的关系 也在帮助观世音菩萨管理很多的事物 你们真的是不懂啊 南京菩萨很慈悲的 一求就灵 天上的菩萨也是有很多分工的 第三 我们学佛要多多去除私心 才能修得好啊 不要去贪求太多的人间的事情 太贪心的人护法神不开心的 菩萨也要护法的 既然要弘扬佛法 也要护持正法 你看师父看到 听到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 弟子做错的事情 师父就会讲 这就叫护法 明白了吗 然后弟子就这位弟子梦中问师父 师父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建议吗 然后师父把声回答 就是个人好好消夜吧 然后这个时候 弟子又请 在梦中又一年又请观世音菩萨开示 然后观世音菩萨开示如下 你师父的开示就是我的开示 我的开示就是你师父的开示 这件事主要有几个因素 第一个人业障比较重 第二法会期间有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 有些人在观音堂还在造口业 还在贪 还在嫉妒 另外除了求菩萨 求护法神保佑 你们怎么能忘记多求求南京菩萨呢 然后师父这个梦就分享到这里 你再分享下去 我上去了 我已经 讲了太长了 就是师父的性格 如果以后师父给你们做梦 托梦的话 你看像师父的性格一定是师父 你看我讲话 你看我讲话就是就跟现在一样的 在梦中 他的师父的法神也是这种性格 为什么不求求南京菩萨呢 对不对 南京菩萨也很厉害的 很好的 对不对 多好 还有呢 还有你讲的 你只能提醒几句 我再跟你讲几句 你刚好讲了这么多 我记不住的 不好意思师父 那师父我就直接针对这个梦境 问您一些问题好吗 对啊 你早就应该这样了 好了 师父就是 第一个问题是 师父法神特别提出 就是不要去贪求太多人间的事情 太贪心的人护法神是不开心的 是不是说明虽然参加法会会功德很大 但是如果说佛有在法会期间 许愿有一些贪求的情况的话 这样会不会影响到就是同修结缘法宝带回家 不会影响 但是至少说你如果在法会上你求的太多了 贪了 因为你要知道你自己求的 求的事件跟菩萨讲沟通的时候 你自己应该知道 到此为止 失考而止 明白吗 你比方说 你求我孩子能够考进经验中学 那不叫谈 菩萨都能理解 明白吗 像我爸爸妈妈升级好 你也可以 你自己说 我这个夫妻感情怎么 也可以求 这种在奴隶奴法当中的 哪些不奴隶奴法呢 希望我这个局长能够当上了 希望我能够 能够有更多的钱了 我会做功德 这个就算你说我会做功德 你求财 你本身就是贪 明白了吗 现在不明白 这些都是贪名贪利贪财的东西 都是所以不努力不努法 好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那如果说同修在法会上 结缘的法宝的时候 结缘法宝的时候 动了四星打脸 比如说他想带回去 问同修收点钱 或者利用这些法宝 回去孤名调育的话 护法神是不是也会让他再不回去 还要惩罚 肯定的 肯定的 这百分之一百的 好的 感恩师父开始 然后 观世音菩萨和师父的法神 都特别提到 要多求南京菩萨 是不是就是在 同修回各自国家的 各国的海关 也是由天上来管理和协调的呢 对了 我告诉你 全部 上面分的清清楚楚的 我告诉你 比下面分的还清楚的 观世音菩萨 接下来管哪个部门 我现在跟你们讲的很清楚 观世音菩萨现在是管人间的 好了 明白了吗 博弥陀佛就是管西方极乐世界的 明白了吗 地藏王菩萨是管地府的 明白了吗 好了 我明白 大概不懂啊 好的 感恩师父开始 然后 然后就是 观世音菩萨法神 最后还开始 你师父的开始 就是我的开始 我的开始 就是你师父的开始 弟子觉得 这也就是充分的证明了 就是观世音菩萨 对师父的开始 真的是非常的信任的 这个是观世音菩萨太谦虚了 我是无名小卒 我跟你们一样 只是一点开悟而已 师父认为 其实师父的话 其实就是观世音菩萨的话 是观世音菩萨告诉你们 观世音菩萨经常在师父身上告诉 把这些话告诉我的 并不是我师父的话 还是观世音菩萨的话 听得懂了吗 嗯 听得懂了 不要骄傲 很多 我知道过去有很多人就是的 菩萨是在他身上讲过话 讲了之后 他就开始骄傲 他到处去讲 我的话就是菩萨的话 我就是菩萨 好了 邪教了 听得懂吗 不可以这样 听得懂 个人崇拜不可以 我们只能跟着观世音菩萨 对不对 对不对 感恩师父开始 弟子还有几个问题 想咨询一下 师父 就是 想请问一下师父 明胶我们能不能吃 就是添加在 就做布丁的时候 做果冻 还有蛋糕 还有一些药丸的外壳 像软磷子这种外壳当中 都会添加这种明胶的 我们能不能吃呢 首先你要看明胶是什么成分呀 他是从那个骨头当中熬制的一种胶质品 那没关系的 没关系 因为 因为有些 因为有些骨头 他 他又不是你活着杀掉的 他自然 死掉了 像动物的 而且他的成分 成分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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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的 而且你不是 而且不是杀生获取的 那不一样的概念 好的 感恩师傅开始 还有就是 如果说家中 佛台上有四个香炉 四个油灯 那续香的时候 是否能够中间香炉 续三支 其他香炉控的呢 还是必须一个香炉 一定要续一支香呢 一个香炉续一支 当中也是一支就可以了 就是四个香炉续香的时候 在同时再各续一支香 就是 你说续香 sorry 续香可以 续香可以 当中续一支就可以了 就其他项路控制 没关系了 没关系了 那四个油灯都点着 也没关系了 就当中续一支就可以了 油灯点着没关系 因为你只要有香火 而且你这一支续香 菩萨之道 你是给大家的 这个心到了就可以了 好的 感恩师傅开始 师傅在跟师傅分享一个梦境 就是有同修 他们是夫妻双修嘛 然后有一次晚上 他们就 就其中的南方就做梦做到 就是他跟 因为他们是夫妻嘛 然后梦里面 他们两个人就准备要抱在一起 就是比较做一些亲亲礼的动作 然后呢 当准备抱在一起的时候呢 就是突然看到南方的自己的脖子上 挂着一个观世音菩萨的护身卡 女方的脖子上也挂着一个观世音菩萨的护身卡 然后看到了以后 他一下子就觉得这个事情不能做 然后就 就不能太亲密 然后就醒了 向师傅准备开示一下 向你们守戒 夫妻双修们也守戒 这就是梦考 因为他们两个人夫妻双修的话 肯定许了什么愿了 所以如果心动的话 实际上就是有心动了 因为我们学佛的人只要管住意念 他已经心动了 你明白吗 嗯 好了 好的 师傅是不是就是 也是像中国传统文化以前讲的 就是夫妻之间要相近如宾 然后这方面 也是要相应的能够要克制一下 那当然了 开玩笑 过去 过去这个这个这个 传统的佛法传承下来的 有的经文注意是这么解释的 就是说除了生孩子以外 其他的 基本上都属于不是太奴隶奴法的 其他的你们就是在伤害生灵 就是做一些啊 为了人生取乐的 只有生孩子那是正规的 就这么简单 所以过去讲起来就是夫妻当中只能生孩子 其他的都是所以不好的 明白了吗 啊 明白了 感恩师傅 所以开始 师傅 我再跟您分享一个同修 他自己修行当中感悟到的一些随笔 他自己感悟到就是 心灵正道多坎坷 法是艰辛 修行难 做人难 皆为账 人间万般皆下品 唯有佛法得真地 山无灵 天地和 绝不与佛别 放下万元自圆润 自圆润 智慧觉悟了人生 当下曲折皆考验 他日明天大光明 心念不转 精进力 正得菩提 极乐天 是这位同修 修行当中感悟的一些想法 非常好 非常好 感悟的非常深刻 非常好 好的 感恩师傅 慈悲开示 师傅 另外就是我女儿 她现在五岁 她要跟您分享一件事情 因为我听到她这个分享 我也觉得蛮惊讶的 我让她自己跟您讲 稍等一下 台长 台长爷爷 你好 你跟台长爷爷说 你上次说什么了 台长爷爷 我跟您分享一下 就是你上次 那个 你手上会有莲花 会帮助人家看病 台长爷爷手上有莲花 你看到了 然后帮助别人看病是吧 对 你喜欢不啦 你开心不啦 喜欢 台长爷爷现在给您念一件准提神咒 准提神咒 几首规一书系地 从命尊位系地之 我轻轻再带准提 我认其悲谁家乎 那么算得了三秒三复 妥知识呢 达之托安 准备主义准提三复 好 好好念经啊 种好孩子 听得懂吗 好 好的 乖乖孩子 师傅就是上次 上次我也蛮惊讶的 正好参加法会回来嘛 在聊法会的事情 然后他自己就自己说 就是我觉得台长爷爷很慈悲的 然后我们就问他 你为什么觉得台长爷爷慈悲啊 然后他说就是 他在法会上面看到你手上有莲花 然后用这个莲花帮别人再治病 没莲花这个手伸出来 有什么用吗 你们不是手也伸出来吗 好了好了 再见了 好 感恩师傅 再见 师傅保证身体 师傅再见 再见 最后一个 喂 喂 师傅 师傅好 你好 你 给师傅请安 你好 师傅那个 问师傅 请师傅解一个梦 同修 同修走到路口 看到两个车出车货撞在一起 红车撞的都面目全非了 从车里飞出一个两三岁的小女孩 小女孩没什么事站起来 画面一转 同修回家看见他女儿 按着肚子说肚子疼 刚才出车货撞的 同修回想起刚才的画面 那个车就是女儿的车 同修带女儿去医院 途中同修去厕所出来后 女婿对同修说 不用去医院了 没有救了 说路上遇到两个人跟他说的 同修就看到女儿旁边 站着两个穿白大褂的人 请问师傅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呀 有结呀 当心啊 有结 是不是证明 就是说他女儿长到两三岁的时候 可能就是他 出车货 有出车货 当心 那他根据这个事 得念多少张小房子花结啊 像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上辈子的 上辈子的要消就业 消就业的 消就业 那他是念礼佛还是 全部都要念 全部都要念的 念小房子要还债 一般还就业就是要念礼佛和小房子 好的 明白了师傅 谢谢师傅 还有下一个问题是 同修想问师傅 有同修比较执着梦境 有时候分不清梦境和现实 心理不停的挂碍 因为打不通师傅电话 就会询问同修 同修们这个梦境的意义 还有一些同修 梦到其他同修的梦境不好 不太好的时候 首先会和身边几个关系好的同修 说这个梦境 看看是否合适 告诉这位同修 但身边的同修听到后 觉得这位同修很不好 而起了分别心 远离这 远离这位同修 请师傅 根据这种现象 开示一下 就是根据梦境 就是有些比较怪 还有是不是有些梦境 不适合跟太多人去说 一般的梦境 如果带有负面性的 最好不要跟人家讲 所以人家说你倒霉的话 不要去跟人家多讲 好的事情跟人家分享 对不对 但是好的事情 你要带着一种 非常让人家 他能够精进的心情 如果你只是一种炫耀的话 你很快的 地府的那些小鬼 他也会嫉妒 他会把你的好事就弄掉了 没了 所以很多人说 有好事不能说 有坏事也不能说 听不懂 那比如说 他梦见其他同修 不太好的梦 他是不是应该告诉人家 对啊 他可以 他梦见别人 他应该提醒他 告诉他 有着戒指 无着加冕 明白了 谢谢师傅 下一个问题 是同修家里有一个 十几年前通议人 给写的符 一直放在门框上 请问师傅 这个取下来 要念经吗 还是直接处理掉 处理掉就可以了 处理掉吧 如果是符咒的话 就得念经 对 反正也不知道 他写的什么 就是红色的 然后写的 那是符咒 那麻烦 一张小房子 要一张小房子 对 好 谢谢师傅 下一个问题 是同修分别梦见考 物理化学生物 是代表什么意思 哎呀 sorry 那个物理 什么 物理化学 还有生物 啊 这个 这个还不懂啊 数学叫它 钱财上 不要 不要过分 物理 叫它不要太迷信 哦 化学 叫它要懂得一点 人性 对人家不够好 嗯 啊 念 妈妈 师傅 呃 师傅 下一个问题是 师傅有一次在节目中开始频繁梦到原分很深的在世的人要念姐姐肉和小房子 啊 啊 请问师傅一般针对这种情况要念多少边姐姐肉和小房子 要看他跟他缘分升到什么程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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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定哈 哎 嗯 嗯 明白了师傅 啊 师傅那个同修电 电群供大家讨论如何翻译师傅的开示 呃 若群员发送师傅开示的英文翻译不够谨慎严谨算造业吗 还是根据 一般的 一般的如果你意思不是完全错的话应该不算造业 如果你意思完全不一样那肯定造业 嗯 哦 嗯 明白了 谢谢师傅 嗯 嗯 师傅有的人给新生日来的小孩戴金镯子还有那种金锁 是不是金锁不是不是太好呀 其实呢锁住他的魂啊 所以很多小时候小孩子要给他们这个戴金锁 实际上就是让他锁住他的魂 孩子的魂进入母体之后一直在里边昏天暗地有十个月 生出来之后呢他突然之间觉得无依无靠了 他用自己的魂跟自己的肉体结合在一起 他会魂魄经常会离开的 听到懂了吗 所以呢过去呢迷信上讲要戴金锁 就是把他的魂魄锁住不让他离开 但是我们现在学佛的话 那你念金就可以了 用不着戴金锁的 如果你要戴个小金锁问题也不大 对不对啊 你看过去夹宝玉夹宝玉 他就带了块宝玉啊 哦 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 那戴一个小金锁子也可以哈 都可以 这种这种讲老实话只是过去不学佛的人做的一些事情 当然对对对一些也是有些好处的 嗯嗯明白了师傅 谢谢师傅 呃师傅就是呃 呃听师傅的白话佛法录音和看白话佛法书 所得到的加持有什么区别吗 嗯当然有区别了 两个都有 两个都有好都有不好 听进去的话就是好 听不进去你听了白听 没有加持的 看 你看得进去你就有加持 看不进去你就没加持 道理都是一样 嗯明白了吗 呃 主要是看看进去了就加持力就大 啊 听进去的加持力就大 嗯嗯 嗯明白了师傅 嗯师傅那个唐僧取经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 那我们一生当中的劫难是不是也也是有定数的呀 哦定了有定了很多 嗯特别多特别多多的不得了 嗯嗯 哦 定数比方说你从三六九你算吗 人的人的十岁是三六九 对不对啊 那么你要是活到七十岁 对不对啊 三七二十一经二十一个大劫难 二十一个大劫难里边还不包括九 九字里边还有比方说六十六岁是一个大劫难 啊 有时候有时候四里边他又分成四十三是一个大劫难 哦 因为他四本是本是这个劫难 你三十四岁他也有劫 七十四岁也有劫 他这个四字 所以为什么中国人做事不好啊 就这个道理啊 哦 是 啊 嗯 但是我们念经可以化解 啊 对啊 我们 什么都不怕 明白了吗 是 所以是不怕 嗯 嗯 师父那个 我想我想分享一个就是有次回北京嘛 我爸开车 还我和我妈在车上 然后放车上放了一些很多师父的书 还有一尊太岁菩萨和三尊那个护法神菩萨准备请到那边去供嘛 然后在高速公路上开一百多卖 我爸就要往左边的快车道呃 定车 然后他他说看后车镜没有车 然后他刚刚往左边拐了一点 就后边一下冲出来一辆车 然后我爸就赶快往右边拐 然后就拐到了最右边那个车道 然后又拐到中间那个车道了 然后幸亏当时右边没有车 然后真是菩萨保佑才没有出事 要是撞车的话直接撞到右边那护栏 就直接冲下去那个下面是个沟 很深的沟 然后就是感恩观神菩萨感恩师父 我告诉你人生任何一个节都是这样的 明白吗 过不去就死了 过得去就活了 听得懂了吗 真的是真的是 我们每次就是走高速的车上带着很多师父的书 然后都不怕 然后每次就是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 就是十几个小时的话 就是感觉很顺利的到家了 念经就好了 好吧 嗯 好了小孩的 嗯 嗯 那个师父 还有时间吗 还有 快点了 没时间了 已经过了 过点了 哦 那 那 那 啊 对师父 还有就是年关吗 就是呃 是指初一以后算年关结束了吗 还是到什么时候算年关结束啊 年关嘛 从道理上来讲 一般呢你过了这个关了 对不对啊 年关嘛是初一 初一之后应该就不是年关了 但是如果你要真正的要说说的准确一点 那到初二 十二点钟之后初二 就初一晚上的十二点钟之后 之后才算过一个小年关 哦 明白了吗 嗯 嗯 这个有很多 嗯 所以中国人呢 有时候说过年关 他过大年关 大年关到十五了呀 哦 十五 嗯 就是还是要多注意这期间哈 要当心 特别当心 哦 哦 哦 明白了师父 师父还有一个梦头 就是参加冰城法会 梦见参加冰城法会 进法会会场 每个人都免费领了价值六百五十八元的卷 用来领水果 各种各样的热带水果 法会结束 每个人都领到了水果 请问师父是不是代表去参加法会的人 都会收获一些果实和功能 对啊 这个就对了 嗯 这就是很多人参加法会之后病好了 是不是跟功德 宵夜这样都有关系 这知道我们就好了 哦 好吧 预祝师父 十二月二十五号 冰城法会圆满成功 广度有缘重生 嗯 感恩师父 嗯 师父再见 嗯 感恩关心 托克感恩师父 再见 好 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那么 今天打不进电话听众 只能星期二五点钟 再打了 往后之后 回到节目中来 咱们下转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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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转发动